那鬼 专题不消失 马上开始 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们刚才斗鱼直播间 聊得有点嗨 我们今天晚上 这是一个历史怪胎 那不是一个都市怪胎 然后今天晚上 我们面向的受众 是欧洲历史 因为好长时间没讲欧洲历史 我们的本期节目 接着的上一期专题 是18世纪的欧洲和土耳其机器人那一期 我们今天的专题 本来他的名字叫19世纪的欧洲 和路德威希二世之死 但是后来想了想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内容 因为我们其实上一期 18世纪欧洲土耳其机器人那一期 我们只是用土耳其机器人这一个议事 然后来给大家讲了 整个哈布斯堡王朝早期的 不是早期 中叶的这么一个故事 我们给大家其实也围绕着 是奥地利在讲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回来 我们还是再讲一期 我们接着18世纪的欧洲 我们再讲一期19世纪的欧洲 所以你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 这个地方 我相信很少人不认识 对吧 就是你就算是从来没有来过德国 或者你从来没有 没有听说过德国旅游景点 你看这城堡 你也肯定知道 这就是迪斯尼 灰姑娘城堡的原型 也就是现在在巴伐利亚 穆尼黑边上 Fusan这个地方的天鹅堡 这个叫做新天鹅堡 因为还有一个老天鹅堡 或者叫高天鹅堡 所以说到这个新天鹅堡 我们首先就要说到那个人 路德威西二世 大部分人都知道天鹅堡 但是不知道天鹅堡的主人 路德威西二世 知道路德威西二世的朋友 一定会觉得 哇 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 童话样的国王 因为他确实是很浪漫 很那什么 但是说实话 薛薇有点缺陷 对 我们以前给大家播过 这个天鹅堡的户外 在巴伐利亚 路德威西二世 可以说 在这个 这个年轻少女的心目中 那是一个这个霸道总裁 霸道国王爱上我 是一个浪漫的童话的总裁 国王 但是这样路德威西二世 是个不折不扣的 我们今天看 就是如果从政治角度看 它是个不折不扣的 疯子 因为即便是最保守 最热爱它的巴伐利亚人民 巴伐利亚人民 巴伐利亚人 今天还在说一个话 就是你到巴伐利亚 你提到这个天鹅堡 然后他会跟你说 Onser Kini Onser Kini 是什么意思 就是Kini的意思 是巴伐利亚本地 最Kini Kini的一个 这个 这个 昵称Kini 就是我们的 这个可爱的国王 他们还是这么说 就即便他们这么喜欢 他们的国王 路德威西二世 因为他留下了 给整个拜仁州 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古迹 太多太多的城堡 但是他们在提到路德威西二 路德威西二世的时候 他们也会说 说这是一个特别狂热的 叫城堡爱好者 对 他就是特别喜欢修城堡 特别是这天鹅堡 这天鹅堡的修建 可谓是 他把自己王国修没了 就基本上修完这天鹅堡 然后就整个这个 这个巴伐利亚王国 基本上就从他这就没了 虽然后边狗言残喘了几十年 那基本上就已经 就是都怪他 都赖他修这个天鹅堡 结果修没了 所以他在民间 虽然他被称为叫 我们的童话国王 然后但除此之外 他在这个巴伐利亚 他还留下了另外两个史诗级的建筑 这个知道人就少了 林德霍夫公 海伦基姆胡公 这林德霍夫公 因为这个他跟那个法国关系特别好 他也特别喜欢法国文化 待会儿我再跟你讲 为什么他跟法国关系特别好 所以呢 他一直觉得那个凡尔赛公特别气派 这个林德霍夫公就是什么 他觉得那凡尔赛公实在太漂亮了 他呢就想复原一部分凡尔赛公 他就仿照凡尔赛公 修了这么一个园子 这已经修的就史诗级建筑了 但是后来他觉得不过瘾 他觉得这个既然我都已经仿了 我干嘛不再仿得狠一点呢 于是他后来跑到海伦基姆胡 他又修了一个海伦基姆胡公 你看这海伦基姆胡公 这就跟凡尔赛公一模一样 基本上一比一复原的 当然他最有名最有名 那建筑还是这天鹅堡 因为这天鹅堡实在是太牛了 休时间又长 然后花的钱又多 气气派派 明明八八 牛牛逼逼的 整的 另外这位疯子国王 路德威西二世 他还有一个家话 就是什么 刚才蔡德说了 说呀是不是个gay 他不是个gay 他确实 他确实没有那什么 他确实没有后代 但是他也说是gay 之所以说他是gay 他跟瓦格纳的关系特别的好 瓦格纳 希特勒的偶像 女武神 德军一轰炸 放在女武神 瓦格纳 他跟瓦格纳关系特别好 他一下就爱上了瓦格纳 他1861年看了一次瓦格纳的表演 就非得认识瓦格纳 后来长期资助瓦格纳 瓦格纳那时候你想的 穷的 他是原来是一穷 民族主义者 对吧 穷的都对社会特别不满 你说这种人他能有钱吗 就是靠着路德维希二世 瓦格纳最后 竟然活得还不错 有钱吗 所以说你提到这国王 你能想到的 或者说你能知道的 全是这些 什么天鹅宝 林德霍夫公 海伦基姆胡公 然后瓦格纳 就是咱们想到都这些 但是从来没有人说 说一提到路德维希二世 说也还有什么政绩 对 你别说你突然问我 我还真想不起来 对他有什么政绩呢 他没有什么政绩 在他执政期间 他占两次队 就是他经历的 普奥战争 普法战争 普法战争 也不能说他占错队 但总体来说 他经历的两次 大型大的政治事件 他都占错队了 就是长久来看 都占错队了 所以你只要了解 欧洲风貌的人 你提到路德维希二世 能说出一大堆建筑名字来 但是你说不出 说路德维希二世 到底他在历史上 留下什么 就是这么一个 听起来 比较人畜无害的 一巴伐利亚国王 但是他最后死的时候 他就留下了一个 到今天也解不开的谜 就是什么呀 1886年6月13号的傍晚6点 他跟他的医生 这个贝安哈德冯古登 我们就叫冯古登医生 姓冯 冯古登医生 他跟这老冯啊 当然离开 他被软禁的城堡去散步 他为啥被软禁 一会儿我们再跟你讲 然后呢 因为提前跟警卫临走前 他跟警卫打了个招呼 说我跟老冯啊 我们俩出去散散步 一会儿八点钟回来 我们吃晚饭啊 不用找我们 结果看守他们的警卫 竟然就真的没有人找他们 没人陪他们 然后接下来 这个老陆跟老冯 两个人就下落不明了 六点半 他们消失在警卫的视线中 然后就不知道去哪了 到了晚上九点 当局说 这不是说八点回来吃饭吗 说这老陆跟老冯 两人跑哪去了 啊 结果当局才派人出去寻找二人 说找不着 结果发现 两个人都死在湖中 淹死在湖中 就飘着 合飘 变湖飘了 飘着呢 其中冯古灯医生 按照历史记录来看 头部受了重伤 老陆没有任何的外伤 哎 于是 童话国王 最后就这么迷一样呢 出去散了个步 就散走了 散没了 人散没了 事后呢 巴伐利亚当局一直在坚称 说国王是因为之前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他特别的惭愧他自杀了 但是你想想这事 其实你光听这故事描述 你都觉得这里头有好多的问题 你说一被软禁的国王出门散步 竟然没有警卫跟着 你说这可能吗 这正常吗 这不正常 然后你再看看这意外死亡这个过程上 而且他又是刚刚被软禁 他就死了 你说从这死亡过程上看 事情肯定也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今天我们就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 那我也不能告诉你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们还是带大家回顾一下那段历史 也有很多朋友 对欧洲的这个时期 这家族那家族 本来也搞不清楚 不知道这都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顺着 这路德卫西二世的死亡之谜 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找一找猪丝马迹 至少呢 以后你在酒庄上吹牛欢喜的时候 别一张嘴就罗斯柴尔德家族 一张嘴就马行的这个三七零 无聊 你也吹点高雅的 你聊一聊迪斯尼城堡的原型 你聊一聊这疯子国王 路德卫西二世 看着也比较高雅 他跟瓦格纳之间的故事 他跟西西公主之间的 恋情不是恋情啊 就是你好歹你至少是个严肃 又不是风趣 又不是幽默的谈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一期呢 还是接着18世纪的欧洲和土耳其机器人 我们今天不再跟你聊玛丽特雷莎 那个老太太了 那个老佛爷 我们今天聊老佛爷之后几十年发生的故事 当然这中间关联度其实不是特别高啊 但是这个中间差几十年 但串起来看 保准牛牛逼逼的 很精彩 你要说一个国王 然后他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在政治上的印象 留下的通通都是艺术成就 那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咱们说起来挺好听的 但实际上你仔细想想 现在的话说我们一般管政人叫什么 败家老爷们啊 活作类型的肯定就是这样的 喜欢艺术 这东西无口后非 因为这是欧洲帝王家那传统 对不对 那欧洲帝王都喜欢艺术 所以这位爷们之前 他也有特别喜欢艺术的亲戚 谁啊 他之前说咱们照着数吧 说最喜欢艺术的那亲戚 人家功成名叫普鲁士国王福利德里西二世啊 对不对 福利德里西二世 我们在上一次那个十八世纪欧洲里给大家讲过了 这法语说的比德语说的都好 母语籍的法语 没事请福尔泰跑到那桑搜塞 跑到他那个 那无忧宫 吹喝酒 吹牛欢喜 听歌剧 然后在洛可可风格里 自己设计住宅 自己设计无忧宫 然后创 独创了福利德里西风格的洛可可 创建了麦森瓷器 然后又长期作为玛利亚特雷莎女王的政治对手 打赢了奥地利王位战争 打赢了七年战争 在七年战争里头 他可是以一国之力 独抗法俄澳三国联军的 这是一个军事天才 无忧宫的主人 弗利德里西二世 就是他前面有这么多名头 你说这种人 他喜欢点艺术 他喜欢点歌剧 喜欢点绘画 喜欢跟福尔泰吹吹牛欢喜 喜欢看点名画 好歹咱们人家好歹政治上人家不弱 对不对 人家那什么 但是你不耽误工作 艺术政治两手抓 两手还都挺硬 不过这是普鲁士国王 也正是因为普鲁士接连出现了几个这样的国王 所以才能够从众多的德意志邦国里头 最后脱颖而出 最后干垮了汉诺威 干垮了萨克森 干垮了巴伐利亚 对不对 干垮了这些多个什么福腾堡 干垮了这些老王国 多次打赢奥地利 最后统一了德国 那是因为普鲁士他在上坡路上 但是今天我们说这位败家爷们 是被普鲁士干倒的老王国的国王 这是被他踩在脚底下的 而且他的血液里头 也留着他先人那爱好艺术 不学无术那基因 我们要说路德威西二世 我们就从他爷爷说起 你看他爷爷什么德行 你就知道为什么他是这德行 你就不会觉得 说这哥们这么作 怎么这么奇怪 他没有 他爷爷就那么作 路德威西一世 他巴伐利亚第一任国王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长子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可是靠着拿破仑上的位 他爹是靠着拿破仑上的位 他出生在哪 巴伐利亚路德威西一世 他出生在斯特拉斯堡 你看看斯特拉斯堡今天是哪的 斯特拉斯堡今天是法国的地方 对吧 阿萨斯洛林地区的重镇 他是1786年82 他出生就出生在法国 你看他出生的地方 你就知道 他爹肯定跟法国那关系不一般 事实上巴伐利亚 马克西米利安是 原来巴伐利亚是个公国 后来巴伐利亚 从他出生 他成了王国了 他继任国王了 巴伐利亚后来就跟法国的关系 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这是后来法国一革命 他们这就革命 法国一战败 他们这就跟着赔款 法国一革地 他们也跟着革 就这样 所以巴伐利亚跟法国关系 那好的 比跟普鲁士 比跟奥地利那关系都好 甚至说路德威西这个名字 都是谁 都是他的教父 路易十六给起的 法兰西国王 路易十六就后来被斩了 断头台 直接给切了国王 1810年10月12号 当时还是王储的路德威西一世 就是路德威西二世的爷爷 就跟萨克森 希尔伯格豪森的公主 一个小公国的公主 也叫特雷莎 他们俩结婚了 结果这场婚姻 我们还值得一说 他们结婚的日子 是1810年的10月12号 这一天 他爹 巴伐利亚第一任国王 马克西米利安 一世特别的高兴 哎呀 就高兴极了 说这个什么 整牛逼逼的 所以就举国同庆 结果就整出了一个 第二年还在纪念他的 这就是什么呀 Octoberfest 慕尼黑啤酒节 慕尼黑啤酒节 从1810年的12月 10月12号 就是路德威西一世 结婚的这一天 就弄出这么一啤酒节了 一直到今天 还庆祝他那个婚礼呢 但是今天的慕尼黑啤酒节 已经是个旅游景点了 但是他的初衷 就是为了庆祝这位活作的始祖 巴伐利亚开作的 那个先河的这个祖宗 哎 纪念他的婚礼 所以你看1825年 这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就去世了 然后路德威西一世上台 当了巴伐利亚国王 继承了巴伐利亚王位 路德威西一世怎么做呀 他本人就是一位严重 哥金卡 就是过去 哥今天他肯定爱的就是手办模型 二次元 哥那会儿 他喜欢什么古典艺术 他特别喜欢古典绘画 哎呦 就是喜欢的古典绘画 喜欢的不得了 他就沉浸在那古典绘画 那个艺术作品中 他甚至会跟那个画说话 会跟那个画里的人物会聊天 哎呀 说他收购了好多艺术品 因为他有钱啊 对吧 收购了很多古希腊的古罗马 那些艺术珍宝 然后跟当时很多的艺术大家 都有联系 哎呀 就是然后订购画 说那个什么 就是就像今天说这个资深 二次元中毒爱好者 跟那漫画家有联系 哎呀 就特别那什么 然后结婚之后 哎呀 他就他就觉得 他说这个慕尼黑呀 有点这个丑啊 慕尼黑当时是挺丑的 所以有一点丑 说咱们修一点这什么吧 修一点这个漂亮的建筑吧 所以呢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 他买了那么多的艺术品 他得显得呀 你他买了 那不给人看 不给人看 那还买他干嘛 所以他得有点摆 他这些艺术品 于是呢 他就自己掏钱 哎 修了这个格里陶德博物馆 现在还在啊 格里陶德博物馆 这格里陶德博物馆 现在是一个综合博物馆 过去就刚有格里陶德博物馆的时候 是干嘛呢 是专门放他的收藏品的 因为他买了太多的 从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 买了太多的名画 哎 就他修了这么一博物馆 然后就专门展示他的收藏品 登基了之后 没人管了 那就更 这个一发不可收拾 他就发了一个宏愿 跟希特勒后来那宏愿差不多 说这个要把林慈 盖成这个这个艺术之都啊 要这个German Mania 要搞这个 就叫热尔曼尼亚 他当时也发一个宏愿 他说这个慕尼黑 就应该建成一个什么呀 就整个德意志地区的啊 乃至这个之前神圣罗马帝国地区的 一个艺术城市 于是他请了很多的艺术家 那会儿的什么冯克林茨呀 然后什么的就过来修 修了路德威西大道 修了慕尼黑王宫 然后1853年修了新美术馆 然后这个还把这个巴伐利亚大学 从那个兰茨胡特也搬回慕尼黑 给盖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房子 反正现在今天你到慕尼黑就转去 包括什么市政厅 那个那个市场广场什么的 都是当时路德威西一市 那会儿修的 那就使劲的修 他执政的刚开始啊 他的政策倾向特别的宽松 为什么 因为说实话 他啥也不想管 他就是他全心就是扑着 跟那个画中人聊天去了 他就想就想干这个 他一切都听别人的 结果他刚上台没多长时间 1830年 法国爆发了一次革命 七月革命 结果就导致了一系列的 欧洲革命运动 感谢申兰啊 申兰一串半卡 还有一个这个游侠啊 感谢申兰 导致了一系列的欧洲革命运动 结果 那我刚才说了 就巴伐利亚跟法国 关系好得不得了 法国一革命 巴伐利亚肯定革命 路德威西一市突然就发现 王室的权力 随着这次法国的七月革命 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 挑战到什么地步 都快滚当了 很多人就上街了 开始这个去散步去了 所以他的政治倾向 开始倾向于自保 他不是有什么高瞻远瞩的 这个政治倾向啊 他他只是为了自保 就我不行了 你们要弄死 七月革命 七月革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件 大家知道啊 七月革命 咱们得从那波旁王朝复辟开始说 这是法国历史上 从1814年 这个4月6号 就是也就是 拿破仑一世 拿破仑波拿巴退位 一直到1830年7月29号 七月革命 这过程中啊 这都是波旁王朝的复辟时期 波旁王朝复辟的时候 法国又回到了波旁王朝 就路易他们家啊 路易他们家的这个统治之下 法国这个时候再一次成为了一个君主制国家 大革命百搞了啊 又回来了 转了一圈 这大革命嘛 不就是这样吗 这个93年 哎 大家兜了一圈 杀了好多人 死了很多人 流了好多的血 然后这个国家也破坏了 最后大家回到了原点 然后又开始君主制了 不过呢 虽然这一次波旁王朝复辟了 虽然还是君主制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改变 毕竟经历过了法国大革命 所以这改变是什么 就是波旁王朝再次复辟的时候 1814年宪章 有这么一个宪章 限制一下王权 也就是说当时的法国 虽然还是波旁王朝 还是路易他们家的 但是实际上 他们已经是一个 这个君主力限制的国家了 就是他们有议会 他们有内阁 他们要商量了 国王不再是那个最高的统治者了 所以这个时期 整个这时期啊 法国一共还比 政治情况比较稳定 一共就俩国王 一个路易十八 一个查理十世 这俩人都是路易十六的弟弟 因为路易十六 这个1792年不是被切了吗 被他这个断头台给切了 跟他皇后 玛丽皇后给切了 所以他们俩都是他弟弟 都是路易十六的弟弟 都是跟哥弟弟似的 波旁王朝复辟 中间有一段 是百日这个王朝 就是拿破仑又回来了 1815年3月20号到7月8号 然后又夺回了政权 这是百日王朝 中间断了一下 然后之后 波旁王朝再复辟 所以 虽然你历史课 你肯定学过 说那个波旁王朝复辟 还有什么第一次复辟 第二次复辟 然后我记不清楚 其实这中间就隔了一个 拿破仑的 这个百日王朝 实际上这是一次复辟 这百日王朝 都没有什么风浪 就滚蛋了 1830年 因为当时 经历了法国大革命 启蒙运动 也已经非常非常成熟 启蒙思想非常非常成熟了 所以当时的法国民众 受到的影响是什么 自由主义思潮 开始日渐汹涌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要知道 当法国开始跨入 那个工业的门槛的时候 当法国开始追求自由 追求民主 追求君主立宪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免得 它的经济会起飞 对不对 因为你市场开放了 所以 法国 包括整个欧洲 出现了一个新的 占主要力量的 它有非常非常强大力量 这么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 就是中产阶级群体 中产阶级群体 他们不是特别富 他们也不是特别穷 他们不是无产者 他们产业也不多 所以他们慢慢慢慢的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他们就开始有更多的政治诉求了 这是人类政治史的发展的规律 中产阶级出现 一定他早晚就会有政治诉求 于是 有了政治诉求 那么首先会质疑的是什么 就是王室的存在 越来越会受到质疑 因为慢慢慢慢 中产阶级上来了 他肯定会问一个问题 凭什么这个产业是王室控制的 对不对 凭什么这个产业是王室家族成员控制的 凭什么在这个行业里头 王室要有触转 王室要有力量 他肯定会问这些问题 所以新崛起的中产阶级 他慢慢慢慢 他的政治诉求越来越多 于是 这个时候 对于王室的存在的质疑声音 也就越来越多 那么查理时事 他怎么面对这种情况 那他要提高王室的声望 对不对 所以 因为马上选举了 七月份就要选举了 1830年七月 要搞选举了 所以 如果说任由这些中产阶级 任由这些新决体的势力 去选举的话 那么很显然 王室将在议会里头失去优势 因为大家都在质疑 所以查理时事 为了转移焦点 那个年代转移焦点的方法 很简单 打仗就可以了 查理时事 是这么干的 后来的比斯迈 也是这么干的 查理时事 5月25号 他说了 得了 现在你们不都质疑王室吗 得了 咱们牛牛逼逼打一仗吧 所以打的谁 阿尔及尔行动 行动目的就是占领阿尔及尔 他给出的原因是什么 说海盗阻碍了我们地中海的贸易 所以我们要打阿尔及尔 但其实这就是为了转移一下注意力 你要打 你怎么打英国 你怎么打 你怎么不打普鲁士 你打阿尔及尔干什么 对吧 这就是一个转移注意力 因为阿尔及尔肯定能打下来 那地方再打不下来 所以众所周知 大家法国很顺利占领了阿尔及尔 但是占领了阿尔及尔 缓解了整个法国当时国内矛盾吗 没有 因为查理时事 自己也没有想到 为时已晚 结果7月份选举的时候 反对派已经在众议院里成为多数党了 所以他已经 他无力回天了 7月25号 查理时事特别的生气 当他听说了选举结果之后 他特别特别的生气 于是他马上下令 他用皇帝的 还在用皇帝的职权 直接搞了戒严 下达了戒严令 停止新闻自由 解散众议院 重新选 通过了一个叫圣克鲁法令 说什么呀 说这次选的不满意 朕不满意 所以在干嘛 重新选 重新选 还不能说什么 你再重新选 你还是选下去 所以减少一部分选民人数 这样的话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 来改变一下 影响力日渐示威的 王室的态势 所以新的选举 就定在9月举行 但是你知道 这个时候的法国 法国这时候 已经经历过两次大革命 经历过拿破仑 经历过两次拿破仑 经历过两次波旁王朝复辟 这个时候的法国人 自由的思想 已经写在血液里头了 已经写在思想里头了 这是启蒙思想的功劳 所以对于当时的法国人民来说 大家非常的愤怒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你凭什么就 你说戒严就戒严 所以9月的时候 其实7月27号 就有很多的媒体记者 因为媒体记者 那什么呀 对吧 你封闭这个新闻自由 所以媒体记者 就非常的生气 他们先写文章 先发出抗议 然后成群的巴黎市民 跟共和党人 还有那个烧探党人 他们就组织起来 然后在这些人的煽动下 巴黎市民上街了 紧张的局势引发了 在7月底引发了 7月革命 7月27号晚上 巴黎 整个巴黎 这回真戒严了 你不是要戒严吗 这回愤怒的人民群众 设置了路障 然后 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些拥护 君主政体的自由主义领袖 比如什么基左 什么佩利亚 拉法叶 什么的 他们就开始试图去 跟查理时事谈判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拥护君主政体的 他们不想共和 他们为什么不想共和 因为他们经历过法国大革命 他们知道那共和政体是什么呀 多可怕 天天就是断头台不带歇着的 所以他们就享用这种方法 说得了得了 愤怒的群众们 你们别着急 你们别着急 我们代表你们去跟皇上谈判 看能不能让皇上怎么着 他们就试图用这种方法 又能保全查理时事的政权 然后又能安抚群众 他们决定窃取这场政治运动 因为他们特别害怕共和政权 然后他们去谈进了 国王后来就听说 这个局势已经控制不住了 说现在巴黎的局势已经控制了 你要是再不拿点姿态出来 我靠 我告诉你 自由真的引导人民了 他毙了你 到时候又把你推上断头台 查理时事特别害怕 因为他的哥哥就刚被切完 对不对 没几年 他很害怕 所以他就赶快撤回了戒严法令 但是 然后他说 咱们马上组一个新的内阁 然后咱们 上运都维持原样 但是他最终也没有能扭转局面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的巴黎民众 还有整个法国民众 非常非常的气愤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相信查理时事了 因为大家觉得说这个查理时事 出事反而 你就是要搞这个封建复辟 所以7月30号 众议院任命奥尔良的这个大公 路易菲利普为摄政王 路易菲利普知道自己当摄政王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巴黎发生了什么 他只是隐隐约约的知道 说查理时事又惹祸了 同时巴黎市委员会直接就宣布 查理时事停止对法国的统治 什么也你别干了 两天以后国王就退位了 8月2号国王就退位了 然后他的儿子应该是有继承权的 但是他的儿子先放弃了继承权 然后就由路易菲利普直接上位 他当了国王 路易菲利普上位了以后 就说那得了 那就咱们用三色旗吧 你看 这个欧人这个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 你看这位女神手里挥的是什么旗子 就是现在的法国的这个三色旗 他上台以后就采用了这个三色旗 8月3号他开始召集议会 召集议院组建新的政府 他们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呀 赶紧安抚民众 我们不是要复辟 我们这个王室查理时事犯糊涂了 你不要被他误导 我们没有要复辟 1814年宪章仍然有效 不光1814年的宪章有效 我们还要修改1814年宪章 我们还要更限制王室的权利 让他们不能胡作非非 所以还给了大家一个姿态 所以仅仅几天以后 8月7号 他们就搞了一个修改后的宪章 就是1830宪章 1830宪章 奥尔良公爵当了国王 但是呢 他按理说 他应该叫做菲利普七世 因为他叫路易菲利普 他应该叫菲利普七世 但是他为了表明 我们不是在搞这个复辟 我们不是在搞这个波旁王朝复辟 所以他使用的这个名称是路易菲利普一世 他没有用菲利普七世 这样的话时代变了 这就是波旁王朝的结束 和七月王朝的开始 这个王朝就叫七月王朝 这个时期 法国 这是议会制开始试验的那个时期 保留了一些法国大革命的成果 所以这个时期 见证了法国君主立宪制的试验 当时啊 法国处在周边的这个环境 非常国际环境非常的混乱 但是呢 法国在七月王朝开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 相对和平的时期 这个时期 法国的工业开始起来 工业革命开始起来了 中产阶级开始投资 开始建厂 开始从英国这个招来进进口新的设备 然后招新的技术工人 法国的经济终于开始腾飞了啊 政府的政策 当然也就越来越多的受到了新兴的中产阶级 还有资本家的影响 在国内政治上 它虽然是君主制的回归 但是真正议会 议会还是这个主要决策者 保皇派跟那自由派之间 也一直在打仗 一直都在打仗 稍等一下 这个是法国的七月革命 法国七月革命 我刚才说了啊 巴伐利亚可以看作是法国的一个附属国 因为巴伐利亚王国能建国 就是靠着这个拿破仑 对吧 路德维希这时候统治的巴伐利亚 也因为跟法国的关系实在走得太近 这个国家也很容易就受到 法国七月革命的波及 不过这也是因为欧洲地方 小欧洲的彼此大的地方 所以这个一个地方闹了革命 很快那个思潮就会波及到其他地方 这个时候的巴伐利亚 巴伐利亚呢 因为当时呢 他还有一块这个领土啊 是普尔法茨 普尔法茨人一直都想独立 所以普尔法茨就跟巴伐利亚当局 就闹起来了 他们想独立 巴伐利亚不让他们独立 所以呢 在1832年的时候 也就是在这个七月革命期间 普尔法茨爆发了这个汉巴赫杰起义 路德卫西一是他本能的 他因为你想他爆发了起义以后 他要那个什么 他要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维持自己的统治 他也很本能的 他就效仿了查理时事 他立刻宣布戒严 不要闹事戒严 他也停这个这个管控书刊 开始信息审查 然后开始信件审查 这样的话 人民反对他的怒火就更胜了 可见王权下面应对这种危机的方法 都是差不多的 底线一闹事 先戒严 先审查 先戒严 这都是差不多的 不过法国革命之后 也不消停 七月革命之后也不消停 一直到了1848年 人民对政治权利的需求 越来越深 因为虽然七月王朝建立了 但是中产阶级这个时候 他们开始 大幅的投资 他们开始扩展了 这个时候中产阶级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资产阶级 变成了资本家 当他们成了资本家的时候 他们的对权力的诉求 对政治权力的诉求 又要进一步的加深 对吗 他们对民主的诉求 又要进一步加深 因为这个事情必须要 大家一块表决才可以 对吧 才符合各位的利益 路易菲利普一世 虽然一开始被人称为叫什么 叫公民国王 一直都这么说 而且他也特别乐意于跟这些中产阶级打成一片 但是很快随着法国经济起飞 法国政府出现了一个问题 因为这毕竟是个王权政府 贪污腐败 但是贪污腐败很严重 但是国王呢又不想改革 因为如果一改革的话 那么本来就已经存在感很低的这些王室成员 他们就要从整个行业体系内出去 他们要滚出去 因为什么呀 因为你必须要给中产阶级 对吧 你给中产阶级让路 你得给这些私人企业让路 王室在里头算怎么回事 你会做买卖吗 你只是在用你的特权 在攫取利益而已 所以国王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想解决贪污腐败这问题 那你必须得把你自己的皇亲国戚 从这个产业里全拿出去 但是这是一个国王能说的算吗 因为就算路易菲利普 他是个国王 但是他也不可能说 王室大家又不是说一块铁板 对吧 那大家也都是一个有个的利益 所以他在协调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那么慢慢的 中产阶级 知识分子 自由主义者 对吧 那慢慢慢慢的 就开始对路易菲利普一世 慢慢失去信心了 因为给你时间了 你虽然建立七月王朝 然后你的姿态都挺好的 你希望解决这问题 可是你能解决这问题 你根本就解决不了 所以这个时候 共和主义者又出来了 就是当年搞法国大革命的这拨人 他们希望彻底推翻君主制 咱们就还跟法国大革命一样 成立一个共和政府 但是这个当然毫无疑问 在当时也是一个灾难 于是路易菲利普一世 他面对这样的危机的时候 他又走上了他前辈的老路 1835年 他也宣布 政治聚会和游行 在法国禁止了 以后不许出来集会了 逮着就干 逮着就干你 但是在1847年 宴会 这不是你禁止了 禁止了的 大家不开宴会了 大家可以撸串啊 对吧 但你不能政治聚会了 但我们可以开宴会啊 所以当时法国出现了一个宴会运动 在法国各地开始留意 大家都办宴会 我在我家里请客吃饭 你管得着吗 对吧 但是在这个机会 大家就开始去讨论政治问题 哎 就去讨论 怎么推翻这个 路易菲利普一世啊 就大家就开始讨论这问题 到了1848年的2月22号 222 巴黎又出事了 又出事了 巴黎啊 本来他们办了一个宴会 纪念乔治华盛顿的生日 哎 你看巴黎人纪念乔治华盛顿的生日 当然这美国 美国独立运动 是由这个法国人出资的 对吧 就是他们 但是你一听 这其实就是一个借口 他们在纪念乔治华盛顿的生日 但是政府又不傻 政府一看你 你他妈没事 你纪念乔治华盛顿干嘛 你这不就是集会吗 你这不是变相集会吗 而且你纪念这人 我天哪 这是独立运动的 这个胜利者 对吧 美国的大将军 你纪念他干嘛 这是美国第一个 这个总统啊 所以你这是有自由主义倾向的 所以政府立刻出面 就禁止了这次宴会 他也 政府一出面 一禁止人宴会 民众又不干了 巴黎 愤怒的巴黎市民啊 又不干了 我们开个宴会 我招你惹你了 对吧 结果这就又成了一个导火索 结果22号的中午 人们纷纷上街游行 要求推翻国王和首相 因为我们已经十多年 不能参加集会 我们就想出来游行 这是我们光荣传统啊 你们你不能这样 这个压迫我们 于是呢 这些人高唱着马赛曲 又开始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开始 就跟今天前两天 这个黄衣服抗议油价差不多 你看看那个场面 巴黎就这样 又高唱着马赛曲 又开始构筑这个公式 然后点燃杂物 做燃烧瓶 很多民众从家里拿出个枪 开始跟巴黎的这个国民卫队开始交火 2月23号 整个事态又失控了 又不行了 结果这时候首相极左 说这事我弄不了了 你们谁弄 你谁弄 为什么 因为在外交部门前发生流血事件 52人被打死 极左已经 当然法国首相已经做不出一个好的交代了 所以没法控制了 我辞职了 你们怎么着 怎么着 这回这烂摊子又甩回给国王了 因为首相辞职了 现在就剩下国王了 你现在又得出来了 所以路易菲利普一世 唯一有做出什么呀 赶紧安抚民众 赶紧安抚民众 但是他怎么说 其实他自己也清楚 这个时候 你能安抚不了这些民众吗 你安抚不了 你唯一的正途是什么 放弃王位 赶紧滚蛋吧 这因为就是现在你当皇上 你就等死吧 要不然你就拉着 被人给切了 所以他其实当时很明白 所以他一边在安抚民众 一边在计划 逃亡 逃亡英国 果然他成功了 他跑了 带着全家 他跑到英国去流亡去了 然后 拉马丁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 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这回又没有国王了 这回又是共和国了 第一共和国 是法国大革命建立的 绕了一圈 然后被波旁王朝复辟了 现在又 波旁王朝 现在又走了 现在剩下一个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1848年 这一次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成立 又把国王给打跑了 国王又没了 这样的话 又在欧洲 因为当时法国的 在欧陆的影响力 可是巨大的 他的文化影响力 对吧 他的殖民影响力 结果 1848年 欧洲各国 一下就爆发了一系列的 效仿法国的武装革命 都已推翻自己 把自己的国王给打跑了 为目标 都在革命 这一系列的革命 这回这范围之广 影响国家之大 这可是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革命运动 人民之春 这就是人民之春 其实早在 一月份 1848年 一月份 西西里 就已经爆发了革命 但是被当局镇压了 但是法国 二月份闹革命的时候 西西里这边又干下了 之后 法国二月革命 把整个革命浪潮 波及到了全欧洲 但是大部分的革命 都迅速失败了 法国的革命成功了 1848年的革命 造成了整个欧陆体系的 各国的君主和贵族 体制的动荡 间接导致了德国统一 和意大利统一运动 当然 作为法国的一个附属国 作为法国的一个小兄弟 小老弟 路德维希一世 他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 而且这个时候 他还更麻烦 他陷入了一个桃色绯闻 他找了一情妇 罗拉蒙特斯 找了一个情妇 他跟这情妇 他有老婆 可是他跟这情妇 秘密约会 结果让人给抱上来了 你知道 你作为一个国家皇室 你这么不检点 结果就导致 他的支持度急剧下降 加上1848年 整个欧洲的人民之春运动 你想想 不把你轰走 轰走谁 对吧 最后路德维希一世 在跟人民代表谈判了一连串之后 最后达成了一个共识 说要不然这样 我退位得了 你们也别把我们王室给轰走 但是我退位得了 我把我的王位 让给我的长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 他爹不叫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吗 他的长子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 是路德维希一世 跟萨克森 希尔德伯格豪森 Dierberghausen 就是公主生的儿子 1811年在慕尼黑出生 他爹很作 对吧 他爹做成这样 受法国影响 最后退位了 那他爹就是不干正事 就做 他做不做呢 他也做 要不说这做是写在这个基因里头的 马克西米利安 在这个戈廷根上学 然后他跑到柏林完成学业了 但是完成了学业之后啊 他特别的喜欢意大利和希腊 他不太喜欢德国 他喜欢那个古希腊文化 古罗马文化 他想他想去干那个去了 然后呢 这个他就去游历 意大利和希腊去了 也跟他爹一样 到处买这个纪念品 到处买这个 咱说他买的纪念品 都是古董啊 后来他爹一看 说这不行啊 说你这个这么年轻 你不能学我呀 我不学无数 我啥也不想干 我是一二次元中读者 你不能这样 所以呢 他爹就推荐他进入国家议会 但是他有兴趣吗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 他没有什么太大兴趣 就是从政 他曾经跟这个媒体说过 他说如果我要不出生在王家呀 我更愿意做一名考古学教授 他在王储时代 他就到处买 跟他爹一样 到处买艺术品 然后呢 他还跟他爹商量 说你看啊 爹 你建了那么多漂亮的宫殿博物馆 慕尼黑王宫 你看我是不是也拨点钱 我也弄点 我自己我也那什么 他就是随便花啊 随便花这个可就整 于是呢 他说得 他就看上了 菲森 菲森啊 今天菲森 菲森这附近 有那么一个破旧的城堡 他说得了 我就想 我也想盖一个特别漂亮的城堡 我也想盖一个特别漂亮的城堡 这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啊 于是呢 他爹给了点钱 他就跑到这儿盖了一个高天鹅堡 也叫老天鹅堡 那就是离新天鹅堡很近啊 高天鹅堡 然后呢 就住在这儿 他很喜欢这个高天鹅堡 他每天也是把那个 宝学知识啊 画家啊 艺术家 他请来做客啊 然后呢 关键是他还做一点什么 这个科学啊 史学的研究 反正就是喜欢这个什么 就是 什么都行 就是别跟我谈工作啊 就国王的本质工作 他一跳不通 但是就除了工作以外 特别行啊 这个什么都 比较牛逼 什么都不会 大家知道啊 自从这个欧洲1860年 不是1806年 闹完了这个拿破仑 有了拿破仑之后 为了抵御拿破仑的入侵 欧洲各个小国 尤其是德意志 过去的神圣罗马帝国里面 各个德意志的诸侯国 就成立了一个叫莱因联邦 来共同抵抗拿破仑 哎 这莱因联邦 弄的规模很大 一开始的莱因联邦 1806年 莱因联邦啊 300多个国家加入 一听我 这个300多个国家 共同抵抗一个拿破仑 哎 有用吗 没有什么卵用啊 没有抵抗住 被碾压过去 不过后来呢 这个莱因联邦 慢慢发展 最后他变成了 另外一个邦联啊 叫做德意志邦联 也就是目前 你看到的德语区 这国家 现在德语区 这个德国不用说了啊 德国 奥地利 瑞士 列治敦日登 卢森堡 哎 这个德语区 目前绝大部分领土 构成的一个松散的国家集体 它不是联邦 它是个邦联 啊 它是个邦联 神圣罗马帝国时期 德意志地区 一共300多个国家 可是到了维也纳 这个会议的时候 国家数量剩39个了啊 我们给大家找了一张图啊 这是最全胜的时候 这个 到处都是这小国 很多小国都说城市联邦啊 成这个城邦国家 你都就就找不着 就剩下 最后就剩下这个39个了 剩下这么点这个国家了以后 这么几个国家了以后 这样的话 大家终于有机会 可以坐下来一块谈点问题了 因为过去有300多个成员国 这个谈问题谈不了 老吵架 所以现在剩30多个国家了 40不到40个国家 所以大家可以谈一谈问题 当然 大多数时间 这问题还是很难谈 你比如就拿巴菲利亚举例子 巴菲利亚是法国 跟法国关系这么好 你说你普鲁士找我谈 还是奥地利找我谈 我怎么谈 这39个国家里头 有6个大的王国 奥地利 按照当时的实力牌 奥地利 普鲁士 巴菲利亚 萨克森 汉诺威 福腾堡 这6个国家是最大的 当然 其实都没有多大 都彼此那么大的地方 但是 他们算是大国 尤其是奥地利 奥地利是个老王国 对吧 奥地利和普鲁士 毫无疑问 是这当时整个德意志邦联里头最强的两个国家 一个军事最强 一个经济最强 也不是经济最强 帝国最老 最难调和 他们俩的矛盾最难调和 因为肯定有人要争老大 对不对 1848年 闹完了欧洲革命之后 这几个国家的王室 也都或多或少 被波及了 他们也都感觉到危机了 所以 1848年的5月18号 大家紧急跑到法兰克福 开了一个国民议会 这名字虽然叫国民议会 但其实并没有国民参加 都是王室代表来参加的 这王室代表跑到这法兰克福 去弄了一个国民议会 他们讨论什么 他们就要讨论 我们的未来到底怎么办 现在到处都在闹革命 现在到处都在轰皇上 轰王室 我们怎么办 而且将来这德国 我们怎么对抗法国 对吗 所以 当时大家就在讨论 德国的未来 德意志的未来 不是德国 那是没有德国的概念 感谢丢了棍子的孙大胜的游侠 他们要讨论一下疆域 大家就开始争上了 有的人就代表 奥地利就说了 站在奥地利这一边的人说了 说奥地利现在毫无疑问 奥地利的资格最老 对不对 奥地利的国力最强 奥地利应该代表德国 应该由奥地利建立一个 牵头建立一个叫做大德意志 就是大德国 大德国就是 当时叫的叫大德国 奥地利本部和波西米亚 都并到德国里 建一个大的新的德国 普鲁士这边的人肯定就不乐意 凭什么 我们这么强 我们军师你打得过吗 普奥战争咱们打了 七年战争 奥地利王位精神战争 打没打 你赢了吗 七年战争你打没打 你赢了吗 你都没赢 你凭什么 这就是你牵头 所以普鲁士认为 我们应该建一个 Klein Deutschland 就是由普鲁士统治的小德意志 这个小德意志 把奥地利要踢出去 不是 你跟我们不是一码事 咱们语言都有差别 对吧 咱们就滚蛋吧 普鲁士希望刨出奥地利 奥地利希望囊括普鲁士 这会你说怎么开 这你说讨论 你怎么讨论 所以从五月到十二月 这会开了好几个月 开了半年多 就是讨论不出来问题 但是虽然议会一直在开 集中在讨论问题 但是保守派 这个时候已经迅速拆起行动 开始打击改革派了 这个时候 在梅特涅统治的奥地利 和在尼古拉伊士统治的俄罗斯 他们的中产阶级 他们的中高产阶级 也开始崛起了 他们也开始对王室有诉求了 他们很不满意 对吗 凭什么这些优势资源 都攥在你们手里 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 结果你们把我们的利益 都攫取走了 所以反动势力变得越来越强大 要运用政治压力 所以两国政府都忙着 在开始镇压革命 因为沙皇俄国和奥地利 我们就之前讲 十八岁欧洲的时候讲了 这都是老帝国 都体制都差不多 所以大家都在忙着镇压革命 普鲁士这国家就没这问题 普鲁士这国家因为什么 因为从一开始就在实行民族主义教育 对吧 因为普鲁士一直在搞先军政策 一直在搞民族主义教育 要有那德意志的荣光 所以普鲁士的人 他们对革命没有什么兴趣 这是一个集体主义国家 这就让威廉四世特别的有信心 于是他就提前说 既然咱们也谈不妥 咱们在国民议会上 咱们跟其他的德意志帮国 根本就谈不妥 那很简单 干脆咱们先下手为强 于是他先 这个发表了一个叫 德意志人民权力宣言 他代表整个德意志地区 先发表了这么一个宣言 这宣言其实是什么 这宣言其实是德意志将来的宪法 后来这本宪法 一直到今天 就是这个宪法也没有大改动 一直到今天还是那宪法 因为奥地利 那你想想 你先把宪法做出来 奥地利能干吗 奥地利肯定不干 奥地利绝对不接受这本宪法 而且也不承认你这个宪法 但是很多普鲁士 普鲁士国内就要求 给威廉四世压力 因为他们是爱国 说咱们才是真正的德国 说要不然你登机 你就直接称德国皇帝 他奥地利能把你怎么递 他能打得过你吗 他肯定也打不过你 所以很多的人就奏请 威廉四世 你直接登机 就管自己叫德国皇帝 我看奥地利能怎么着 但是这个事情上还是不行的 还是不行的 因为什么呀 因为奥地利百足之虫 虽死不僵 他瘦死落得比马大 威廉四世还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 1850年 普鲁士自己立的这个宪法 但是他努力要什么呀 干嘛 就把北部 虽然我们现在干不过奥地利 奥地利还是比较老比较大 但是我们可以先慢慢慢慢的 我们先团结一下 北部德意志这些邦国 我们建立一个紧密团结在 普鲁士周围的这么一个联邦 一个小邦国 好不好 这样的话 威廉四世采取了一个 这就是为什么 后来普鲁士可以统一德国 但奥地利不行 普鲁士采取了一个 跟他自己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 他让资产阶级掌权 资产阶级掌权的代表 就是比斯麦的上台 他削弱了贵族的权威 因为他知道人民想要什么 你看最后最后 走到最后的 是还政于民的政权 而不是 把资源攥在自己手里的王权 当然普鲁士后来也走了弯路 但是在这个阶段 他胜利了 他选了一条跟俄澳两国 跟巴巴利亚 这个几个国 其他国家都不一样 这么一条路 俄澳两国 看到普鲁士一天一天壮大 于是开始对威廉斯施加压力 威廉斯这个时候 就是他再牛 他也不敢再去跟澳俄 两个老帝国再打一仗 这肯定不行 所以他暂时答应 说那行了 我先不统一德国了 我们这个计划 我也不称德国皇帝了 我们就先闷声大发财 好不好啊 自辞不自辞啊 所以呢 跟这个俄澳两国 签了一个奥尔米茨条约 但奥尔米茨条约 对于很多的普鲁士人来说 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这是一个屈辱性的条约 因为明明我们这么强 我们全球第一 我们的文化最老 我们最那个什么 我们最强 我们的食物最好吃 凭什么 我们要去跟澳和俄 我们要签这两个弱帝国 我们要跟他们去签这个合约 但是威廉斯是这些政客 他们考虑的不是这些 因为现在你去贸然的跟他们打仗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因为这个还没缓过 上次打七年战争还没缓过来呢 巴伐利亚 我们还在说回巴伐利亚 巴伐利亚作为当时整个德意志地区的 第三强势力 他们对 你要按牌数 他们就算是第三强了 当然他们的实力 跟普鲁士和奥地利可没法比 差太多了 所以他作为第三强比较弱的一方 他开始频繁的 他要生存 对吧 他要有生存欲 所以他要开始在普奥之间摇摆 到目前为止 其实德意志内的领导人还是奥地利 就是名义上的领导人 还是奥地利的帝国 老帝国 巴伐利亚这时候还有点想法 马克西米利安二是反对统一 为什么呀 因为他觉得我好歹我也有一号 对吧 我要是统一了以后 我并到哪边 你们凭什么左右我巴伐利亚的未来 你们凭什么呀 就是你说普鲁士统一了 还是奥地利统一了 我们都不乐意 对吧 我们也是有气性的 我们也是有尿性 所以在这一方面 他干脆就都反对 但是很显然 政治立场 他有考量吗 他没有考量 因为他的心根本就没在那 他想当学者 他还 他也跟他爹一样 他搞那个艺术品呢 所以干脆他就都反对 他也没动脑子 他也没有选边站 普鲁士在1850年迫于压力 他放弃了统一这件事 吃了个憋算是 签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阿尔米斯条约 于是他们开始干嘛 他们开始埋头苦干 闷声发大财 发力 准备一鼓作气 干掉其他的竞争对手 这时候的普鲁士 他在等什么 他在等 他的经济发展 他最后在等 资本推出一个 合适的人来 一个能够带他 打赢经济账 能够打赢军事账的 那么一个人来 这个人还没有来 所以普鲁士在这个时候 就沉寂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有一位猛人 以迅雷不及 掩耳盗铃之势 光速的就窜入了内阁 这个人就是比斯迈 比斯迈其实在他当外交官的时候 他就认识到了一个现实 这个现实是什么 就是普奥的矛盾 是绝对调和不了的 绝对调和不了 一个是新兴的军事帝国 一个是老牌的封建帝国 这两个矛盾是调和不了的 都是德意志地区的强权 你要想统一德意志地区 那么这两个国家 肯定要打仗 普奥矛盾不可调和 或者说是普德矛盾不可调和 因为那个时候 奥地利大部分的邦国 还都归奥地利管 奥地利是老大 对吧 所以实际上是普德矛盾不可调和 如果你想解决这问题 那么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他9月26号上台时候 担任首相 首次演说所说的那个办法 就是当代的重大问题 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能解决的 而是要用铁和穴来解决这件事 铁穴宰相 所以他有了铁穴宰相 比斯麦的名头 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国王对比斯麦说 哎呀 我很清楚结局 我告诉你 如果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他们会在割据广场 把镇的头砍下来 也会把你的头砍下来 比斯麦直接跟皇上说什么 既然迟早要死 你已经意识到了 咱们俩迟早要死 那为何不死得体面一些 无论是死在脚架上 还是死在战场上 这之间没有区别 所以我们必须要抗争到底 从此 国王和首相间达成了高度统一 在所有君主立宪政权里头 在欧陆上的所有君主立宪政权里头 这是唯一的一例 国王和首相之间保持了高度的共识 当然欧陆之外 还有个英国 英国也有这个局面 但是在欧陆上 为什么普鲁士后来能崛起 就是因为他们俩想到一块去了 比斯麦就任首相之后 他也解决不了国内日益严峻的这些冲突 他也解决不了议会之间的这冲突 所以他也采用了一个方法 就是德国统一 德国统一就是比斯麦上台以后包装的最成功的一个产品 他所有的政治策略 他所有的这个涛略都是围绕着德国统一这个大业来运行的 换句话说 他想把国内的矛盾转移到国外去 因为普鲁士有中军爱国的传统 他有民族主义的传统 所以普鲁士的人民是非常好教育的 于是用德国统一的这个大业来转移民众和议员的视线 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 来抗衡那些资产阶级自由派 所以很快他就筹划出了三场统一战争 咱们就开始干吧 那就别说了 首先是针对丹麦的战争 丹麦作为德意志的北林 经常因为丹麦也是个老王国啊 丹麦经常插手德意志事务 丹麦插手德意志事务 就是什么什勒苏义和啊 这些小邦国啊 什么汉堡啊 他就老没事的指手坏掉一下 这些邦国还不敢得罪丹麦 因为丹麦毕竟是个强权啊 所以比斯麦第一个决定就是要干掉丹麦 1863年 什勒苏义和在波兰革命里头 被纳入到了丹麦的领土里头 但是什勒苏义格在传统上是德意志地区 所以比斯麦就用了这个借口 就找准了这个机会 他要帮助什勒苏义格独立 所以他名义上是帮助什勒苏义格独立啊 但实际上他就是想干丹麦 他干丹麦的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什么 他要观察一下奥地利的实力 奥地利这几年恢复的怎么样 他敢不敢管 因为这都是德意志邦国 对吧 老大不说话 现在老二要出来说话 那老大你也拿个态度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到底怎么你敢不敢管 所以他在观察奥地利的实力 他在为普奥战争做准备 1861年 丹麦国王想接管什勒苏义格啊 这个赫尔斯泰因 现在是石河州啊 现在这两个州就是德国的石河州 就是在北部啊 罗斯托克 这个这个这个 呃 首府是罗斯托克 石勒苏义格和赫尔斯泰因啊 石河这两地 丹麦想吞灭掉他 比斯麦立刻找准机会制造争端 他先确保啊 普丹会开战 普鲁士和丹麦开战了以后 到底其他列强 俄国什么态度 俄国打不打 俄国会不会通过芬兰打过来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法国管不管 英国管不管 奥地利管不管 其他列强会不会干涉 而且他跟奥地利还是面上商量了一下 你看啊 这是咱们两个小老弟啊 石河都是咱俩小老弟 你看现在这个都是原来小老弟 这个被人欺负了 你说咱俩不这个意思意思 于是他跟奥地利提出结盟 咱们一块攻打丹麦 最后奥地利想了想 也是为了面子 那咱们也得管一管 所以奥地利真的出兵 跟普鲁士结盟 打了一仗 那你说丹麦王国再强 他也打不过这个 普奥两国这个联军啊 最后就逼着这个丹麦 丹麦说得了 这两个州独立了 不来了 丹麦放弃这两地 1865年8月14号 普奥两国那就商量了 那咱俩就得商量上 现在打下来了 石河这两州 石勒苏伊格跟这个 这个赫尔斯泰因 真让他们独立啊 那肯定也不行啊 对吧 所以咱俩也得商量一下 到底怎么弄 哎 俩人1865年8月14号 签了一个加斯泰因专约 这专约好 有点意思 把石勒苏伊格给了普鲁士 把赫尔斯泰因给了奥地利 但是如果你打开地图 你看一下 石河这两个州在哪啊 你看一下啊 赫尔斯泰因和石勒苏伊格 就是现在地图上绿色那一块 看见了吗 就翠绿翠绿 头顶上那块绿 丹麦下边 这块地方 你说你 你给了这个奥地利 你看看奥地利在哪呢 奥地利是那个土黄色 史黄色那个颜色 史黄色颜色 你说我跑那来一块地 你你怎么管啊 所以 但普鲁士无所谓啊 普鲁士是这个 蓝紫色的这个地 他正好跟他接壤啊 所以他比较好管 但是对于这个奥地利来说 那就成了一块飞地了 对不对啊 奥地利拿着了以后啊 是怎么想 怎么觉得不对劲 其实这就是 比斯迈的深谋远虑 这是他处心积虑 设计出来的阴谋 奥地利拿到的这 赫尔斯泰因 第一 他面积非常狭小 而且他被普鲁士 围在当界 这样的话 奥地利很容易 就会跟普鲁士发生冲突 对吧 你有一块地 在我的领土里头 所以这就是一个 接下来可以跟 奥地利开战的一个导火索 这就是他当时已经就想好了 普丹战争之后 比斯迈开始坚定信心 因为在跟奥地利联军的合作中 他发现奥地利 打起来 跟普鲁士打起来 没有任何胜算 跟当年七年战争一样 没有任何胜算 所以他已经下定决心 用武力 把奥地利赶出德意志联邦 这样的话 德国将是一个普鲁士统一的 没有奥地利的德国 所以他开始在外交上孤立奥地利 首先他先跑到俄国去 你当年跟奥地利通好的时候 对吧 你怕他背后捅你刀子 你们俩弄了一黑海中立条约 废了吧 别怕 有我在这边 有兄弟我在这边 告诉你奥地利敢捅你刀子 我就敢砍他 俄国高兴 俄国高兴说行 老比就靠你了 然后他还跑去跟拿破仑三世 见面 表示什么 说普鲁士 不反对卢森堡和莱茵河地区 让给法国 这个地方自古就是法国的领土 对吧 卢森堡 一半的国土 一半的人 说的都是法语 离你们那么近 对不对 就梅茨南西北边 离你们那么近 你说奥地利坚持 说卢森堡也是德意志地区 没有道理 所以卢森堡应该是法国的 法国高兴 法国多高兴 法国说行 说你就说条件 比斯麦说了 说条件很简单 到时候我要跟奥地利动起手来 你保持中立 你也别帮我 帮我了 咱们老脸也不好放 对不对 你毕竟 哎呀 你也是条面的人 对吧 所以你保持中立就可以了 甚至他跑去跟英国的外长 他说什么呀 你们现在还是要光荣孤立啊 欧陆上的这个事情 跟你们可没有什么关系啊 欧陆的事情 英国人很简单 英国人啊 没 最简单 最简单 理解就是英国 英国人就是要做生意 英国人不管干什么 就是要做生意 比斯麦说了 说反正只要欧陆统一了 我们这德国这个市场 害怕你进不来吗 我靠 你就保持中立 哎 你等我把这事都办妥了 咱们该做生意做生意 该做贸易做贸易 你该卖东西卖东西 英国人一听 好啊 反正我们就这点诉求 对吧 甭管是什么 反正我们就是要卖东西 好了 哎 这事就全搞定了 英 法 俄 三国全都搞定了 就剩下 该弄这个 奥地利了 当然这个时候 南部 还得有一波 这个国家 就是意大利 1866年4月8号 他跟意大利 签了一个 攻守同盟条约 为什么 因为他去找意大利 方便谈判 说你看 咱们两国 有相同的命运 都被支离破碎啊 对不对 谁不想统一啊 你不要爱着我们统一 所以他就跟这个 意大利签了一个 攻守同盟条约 这攻守同盟条约 就是什么呀 如果普鲁士 三个月内 跟奥利利开战 那么意大利 必须同时对奥宣战 咱们一块干呀 反正你跟奥利利 只有在奥利利 因为你别忘了 威尼斯这个时候 还攥在奥利利手里 所以只有奥利利 归还威尼斯 意大利才可以 跟奥讲和 这一下 所有的列强都搞定了 最后奥黄 他不太满意 加斯坦金专约 为什么不满意 废话 凭什么跟我们一块飞地 奥利利奥黄 还不满意呢 他不满意这条款 他就跟普鲁士提出了 说什么呀 说你看 上次七年战争的时候 你把我们那西里西亚给拿走了 西里西亚是奥地利 最最最最 那个 那个重要的一个工业区 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你上次七年战争 你把西里西亚给拿走了 这回 要不然咱们这样吧 咱们 那赫尔斯泰英 我也管不着 他离我太远了 要不然 你还是把我那西里西亚 你还给我 然后我把这赫尔斯泰英 我就给你就得了 这样的话 你北部有一大块领土 我呢 能拿回我的西里西亚 结果比斯迈刚开始没有任何的反应 很快在一天之后 他把那个特使招过来 一拍桌子 啊 你们说话 咱们两面三道 咱们都已经达成了 这个加斯坦您专约了 你现在跟我说 你要毁约 是不是 是不是 行了 你也别解释 你滚 你滚 那个专使说 我没有 我不是 我真的没有 你滚 滚出去 不要再跟我说了 1866年5月 威廉一世下令全国总动员 6月对澳宣战 意大利 三个月内 对吧 肯定是三个月内 意大利 立刻依据那个攻守同盟条约 同时对澳宣战 很快啊 普鲁士征服了 北边的亲澳的这些小邦 很快就打那北边这些小邦 都什么邦啊 连个兵都没有 对吧 就是一个城堡 一个领主 那也算是一个国家 所以很快 普鲁士就把北边都扫平了 1866年的7月3号 以29.1万军力 在萨多瓦跟23.8万澳军 大战了一场 大会战 这就是萨多瓦会战 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会战之一吧 不能说最惨痛的会战之一 最后澳军战败 奥地利从此一蹶不振 主要的精锐全都被歼灭了 当然因为我们讲的不是 普奥战争史 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细讲了 这个时候 按理说应该干什么了 应该长驱直入 解放奥地利 对吗 但是这就是比斯麦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2005年德国媒体做了一个调查 说你选一个最伟大的德国人 结果比斯麦以高票当选 因为比斯麦确实有占领眼光 如果这事换成别人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把奥地利吃下来 对不对 但是比斯麦他做的决定是 跟奥地利讲和 不是乘胜追击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如果他占领了奥地利 他将会面临奥地利一切的问题 这个时候的普鲁士没有那个能力 普鲁士只是一个军事强权 那不是一个精进强权 所以这时候对于普鲁士最有利的做法 不是消灭掉奥地利 而是把奥地利逐出日尔曼联邦 奥地利这个国家的存在 它正好挡在俄国跟普鲁士之间 如果说跟俄国产生了什么纠纷的话 那么奥地利是一个屏障 所以他8月23号 跑去跟奥地利在布拉格签了一个条约 给了奥地利极其宽容的讲和条件 甚至就让人以为是普鲁士战败了 但是奥地利也懵了 说这怎么意思 怎么还跟我们这谈上了 结果奥地利跟普鲁士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两国就和解了 普奥战争结束之后 妨碍德国统一的 还剩下谁啊 就剩下法国了 因为虽然跟这个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三世已经碰好了 但是真的会把卢森堡 真的会把这个阿萨斯洛林 真的会把莱因河区给他吗 不可能啊 因为法国你别说别的 巴伐利亚就是法国的附属 对不对啊 法国在南德珠邦里头 广泛的影响力 甚至比普鲁士 甚至比奥地利的影响力更强 法国在幕后操作着很多南德意志的邦国 比如说这个福腾堡国 福腾堡王国 比如巴伐利亚王国 更别说那些小邦国 这事也阻碍德国统一 对不对啊 所以比斯迈就以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继续制造争端 迫使法皇拿破仑三世对普宣战 普鲁士这个时候 因为刚刚打完普奥战争啊 又是借着德意志民族的这个概念啊 我们是同一个民族 我们要对抗这些高卢人 于是直接对法进行进攻 普鲁士普法战争的结果 你们上课的时候学过最后一课 以后都不能说德 以后都不能说法语了 得说德语 前两天川普骂马卡龙 别忘了是谁啊 叫了你 不是那跟那两码事啊 那说的是一战 普鲁士很快就把入侵的法军给击退了 然后瞬间就对法国做出这个反攻 在色当会战 普军大胜法军 拿破仑三世最后投降了 之后普军进军巴黎 协助巴黎新成立的国防政府 消灭了巴黎公社 没有共和了 你们不是共和吗 没有共和 获得大量的赔款 为什么 因为有巴黎公社 他就不承认之前所有的条约 所以消灭掉了巴黎公社以后 就好了 你们接着赔我款就行了 最后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 在法国翻尔赛攻 那个敬厅前面 登基 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 从法国拿到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地 和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 所以很有趣的是 德国的成立 德意志帝国的成立 是在巴黎 是在法尔赛干的 你说这个有没有趣 在外国加冕的 普奥 普法这两场战争中 巴法利亚在干什么 巴法利亚全站错了队 当然这是站在巴法利亚的王室角度来看 他站错了队 至于站在人民的角度来说 呃 长久来看都是好事 啊 没有这两次错误的决定 也就没有现在的德国了 更没有现在的 巴法利亚 你钟爱的宝马呀 啤酒啊 牛奶啊 也都没有了 对不对 普丹战争之前啊 其实马克西米利安二世 就曾经提出过 要帮普鲁士打丹麦 因为他也认识到 在奥地利争夺非地的过程中 奥地利其实没有胜算 所以就在他要表示 导向普鲁士的时候 说大哥 小弟 帮你干 结果 嘿 就宣布前几天 1864年3月10号 他在慕尼黑突然去世了 中年在52岁 马克西米利安 他本来身体就特别差 经常出国就医 所以他很快 他就死了 死了以后 这个事就搁置了 所以在普丹战争中 巴法利亚没动兵 他没表示 所以普鲁士这个时候认为 说这巴法利亚啥意思啊 这大家都齐上手 这是为了德意志 这个邦连的事 大家这都是 大家都是为社团 你不出手 所以很多 当场去世 很多的邦国 对他就有看法 但是没办法 人死为大 人死了 你也不能把人瞪起来 说你说你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不帮我们 他也不可能这样 所以这就算了 但是马克西米利安去世之后 更有问题是什么 谁当他的继承人 他有俩儿子 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路德威西二世 还有一个儿子是奥托 这俩儿子都有精神病 真的都有精神病 因为路德威西二世 很显然他有精神病 他就 你想他都造成那样了 他都没有精神病了 他俩都是精神病 而且这俩孩子都没有子嗣 后边没有传人 于是选来选去 那怎么办啊 那就路德威西二世吧 因为就这个看着还正常点 所以路德威西二世 就成为了巴伐利亚国王 这个路德威西二世 终于咱们的主角 说到咱们主角了 他从小啊 就受到变态的王室教育 对他非常的严格 他的名字 就是来自他祖父 爷爷路德威西一世的名字 他出生的生日 跟路德威西是同一天 都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同一天 都是8月25号 他跟奥托这俩兄弟 小时候大多数时间 就是在高天鹅堡长大的 就是新天鹅堡 对面的高天鹅堡 他就在这长大 1853年到1863年的暑假 他跟他跌到阿尔卑斯山底下的一个别墅 贝西特斯加登 一个国王别墅 贝西特斯加登是一个地方 在那有一国王别墅 在那 这个 过暑假 结果就在那犯病了 就在那犯病了 后来 这个1864年 他爹去世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不再去这个贝西特斯加登了 为什么 因为他对那地儿有阴影 有一名内臣 在某一天 在国王别墅花园里头发现 路德威西 把他弟弟奥托 手脚给捆住 口里塞了口球 扔在地上 然后还在他的脖子上 系了一根 一条手绢 使劲的勒那条手绢 然后 这个 那个内臣啊 看着吓坏了 刚开始以为说 这 哇 这俩王子 怎么回事 这玩什么呢 结果这个 看着这个 凹脱都翻白眼了 刚开始以为 他玩游戏 凹脱翻白眼了 赶紧过去 又给爆开了 马克西米02世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非常的震惊和愤怒 说你们俩干什么呢 不学好 你们俩干什么呢 给予了路德威西 非常严厉的惩罚 但是什么惩罚 不知道 没有记录 所以这路德威西 之后就 就 落一病了 他再也不去这个地方呢 贝西特斯加登 他再也不去了 对 就是这个英朝 这个地方 再也不去了 反正我就这个 受刺激了 你看啊 你说他正常吗 他肯定不正常 对吧 他小时候 他跟那弟弟弟 你说这是玩什么呢 他要么就是想把弟弟弄死 要么就是在跟他弟弟玩什么 莫名不可言喻 不可名状的什么游戏 对吧 就肯定是不太正常 路德威西 这个他爹 这个马克西米安二世 死了以后 3月10号去世了吧 这一年 路德威西才18岁 他那没办法 那国不能一致无君 于是他宣布登基 路德威西二世登基了 路德威西上帝 保佑巴伐利亚国王 这个莱因 法尔斯伯爵 巴伐利亚 弗兰肯 及十八本公爵 名字很长 3月11号的10点 他在书密院 完成了对巴伐利亚 王国宪法的宣誓 3月14号 参加他爹的葬礼 新国王才首次露面 他首次露面的时候 大家一看这位国王 太漂亮了 长得又狗狗又丢丢 身高一米九三 高大伟岸 身材鲜瘦苗条 跟我一样 这身材跟我差不多 大家说 这是个好国王 童话里走出来的人一样 就是个王子 就是人民心目中 王子的形象 就是安徒生童话 就是格林童话里头 王子的形象 因为听了奥地利方面的游说 路德威西二世就认为 普奥战争的时候 因为普丹战争你没赶上 普奥战争 如果普鲁士胜利了 那么巴伐利亚 肯定会失去自主权的 对不对 很显然 他忘了跟他已经去 他父亲可能当场死亡 死得太急了 走得太急了 没有跟他死去的父亲亲切的交流看法 他爹明明当时在普奥 普丹战争里是想导向普鲁士的 但是这个时候 奥地利这边来人 一个是庆贺你登基 一个是参加葬礼 一个是劝劝我亲戚 你不要导向普鲁士 你要导向普鲁士了 我告诉你 那完蛋了 巴伐利亚将来就成了德意志一个州了 那以后怎么办 所以 路德威西二世 在1866年5月11号 签署了动员令 代表巴伐利亚 以支持德意志邦联和澳地利帝国 结成联盟 对抗普鲁士 完了 站错队了 但是 这位他才18岁啊 路德威西二世 喜欢这个打仗吗 不喜欢 他对军事 我告诉你 他连军衔都认不清楚 他的军事将领都觉得吃惊 我们的国王竟然不认识我们的军衔 他叫错了好几个人的军衔的军务 他对军事完全没有兴趣 所以这仗怎么打 你签了这个条约 你要跟人 澳地利要出兵 要跟普鲁士打仗 那你怎么打 你也得出兵啊 所以路德威西干脆把纸一甩 说得了 以后就由巴伐利亚的内阁部长 替我打仗吧 我呢比较忙 他忙着他干什么呢 因为啊 他要去见瓦格纳 理查德瓦格纳 瓦格纳新写了一首歌 现在找我去呢 他就去瓦格纳 走了 他去度假 见瓦格纳去了 跟瓦格纳携手 跟瓦格纳在一块 他战争这事我不管了 他是什么时候爱上瓦格纳的 不是爱上瓦格纳 他什么时候喜欢上瓦格纳的 他1861年 他听了一次瓦格纳的歌剧 唐怀色和罗恩格林 听了听了两个 从此 他对瓦格纳的歌剧世界 产生了向往 他觉得 那个日尔曼 那远古的日尔曼 那个神话 那个尼伯隆根的指环 哎呀 他对那个北欧神话世界 充满了向往 然后 他特别的深深的爱上了瓦格纳 他每天都在听瓦格纳 于是呢 他跟这个至亲的好友们一起 朗诵诗歌 自己在家里的cosplay 瓦格纳歌剧里的角色 他自己穿上戏服那唱 这也是个废物 从早期开始 路德维希二世 就对文化事业 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特别是中意瓦格纳 1864年5月4号 他终于如愿以偿 见到了瓦格纳本人 见到瓦格纳本人 他跟瓦格纳说了什么 不知道 没有记录 但是他直接就给了瓦格纳一大笔钱 因为他听说瓦格纳的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 瓦格纳是个穷人 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 所以他就给了瓦格纳一大笔钱 后来他觉得爱瓦格纳爱的太深层 还是不够 就在一年期间他多次给瓦格纳打款 他一共给了他17万古尔登 就是巴伐利亚的货币 古货币 而且当时瓦格纳要上映的是尼波隆根指环 没有钱 他说我没有钱 我现在连剧场都租不起 没关系 我掏钱 我掏钱 老瓦呀 你就脱光 不是 你就好好的表演 就可以了 你好好的你组织就可以了 他还给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你去演去 1865年12月 路德维希二世实在是屈从于来自政府和慕尼黑市民 以及皇室家族的阻力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说 说你这男友就说 给 我天哪 给17万古尔登 咱们打仗呢 宝贝 你知不知道咱们现在打仗 咱们要打仗了 你爹刚死 你就这么花钱 说这可不行 所以很多人就对他有意见 那说说你 你是 你不会是包养小白脸吧 什么的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 而且瓦格纳这个人 在当时的巴伐利亚 并不是很受人欢迎 为什么 因为巴伐利亚这个地方 它是个王国 对不对 而且他有议会 这个地方受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 这个人民众啊 受启蒙运动比较深 所以这的人偏向自由主义 并不偏向于民族主义 瓦格纳在哪最受欢迎 瓦格纳反而是在普鲁士最受欢迎 后来的第三季 希特勒最喜欢瓦格纳 对吧 比斯曼也喜欢瓦格纳 他在普鲁士最受欢迎 所以巴伐利亚人 本来就不喜欢这种瓦格纳这样的 说你天天在那吹 我们就过去 就是说你写的都是神话的 我们过去没有那么牛 你弄那么牛吧 那么牛 最后这个在外边到处树敌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是特别喜欢那瓦格纳 就让他就说 你说你这么资助这个变态艺术家 这哪行啊 所以他们就后来联手 给这个路德威西二世施压 路德威西二世 你最后没办法 就让这个瓦格纳 说我再给你一笔钱 要不你还是离开巴伐利亚 你出去躲一躲吧 但是在后来他跟瓦格纳之间的这个友情啊 一直持续着啊 特别的紧密 瓦格纳那个歌剧里头 那那写了很多的那个什么 很多的那个里头都有他的影子 都有这位好友的赞助人的影子 什么莱因的黄金啊 莱因黄金也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啊 纽伦堡的歌手啊什么的 然后他就这个 他也都去看啊 路德威西也都 也路德威西二世也都去看 然后呢 这个瓦格纳也都在慕尼黑国家歌剧院进行首演 这个 就是俩人 俩人大概就这么一关 咱们说远了 咱们还是说回 这个普奥战争 当时绝大部分的德意志邦国 都支持奥地利 把普鲁士当成一个侵略者 对吧 萨克森 巴伐利亚 巴登 福腾堡 汉诺威 然后这个黑森 卡塞尔 黑森 达姆士达特 拿骚 这些公国 通通都支持 这个奥地利 都不支持 这个普鲁士 普鲁士和他们盟友 其实是在跟整个德意志联邦为敌 打仗 刚才我们说了 北方虽然有一些国家 这个归顺了普鲁士 但是都是特别小小国 什么奥尔登堡 梅克伦堡 什卫林 什么梅克伦堡 这个斯特雷利茨 及布朗什维西 都是那些国家 另外又有 他南方又有盟友 是意大利 南北加工 没有其他国家 介入这场战争 因为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了 对吧 所以俄国跟 澳国呀 这个奥地利亚 关系比较欠佳 拿破仑刚才都做好了工作 英国也不插手 法国也不插手 对吧 都没有 没有那什么 但是最后这打败了以后 巴巴利亚最后被迫接受了 普鲁士 三千万古尔登赔款的和平条约 我刚才不说了吗 那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普鲁士打败了 对 普鲁士打赢了奥地利 但是普鲁士还赔钱给奥地利和他的盟友 巴巴利亚 普鲁士还给了巴巴利亚钱 然后还还给了 但是就算巴巴利亚割地了 巴巴利亚割了几块地 给这个普鲁士 但是普鲁士邀请巴巴利亚 和其他难得的这些王国 一块加入到普鲁士的防守同盟 你们以后别跟奥地利混了 奥地利不行了 对不对 你们现在就是 你们唯一你跟着我混 跟着我混 咱们有防守同盟 你们将来受了欺负 我们来这个帮你 所以巴巴利亚就在普鲁士这种 半推半就 半逼迫 在这个条件下 就没有办法 反正也战败了 还拿了人家钱 所以巴巴利亚的军队 交出了指挥权 他们接受普鲁士的最高军事指挥 他们并入了普鲁士的联邦 这样的话 你看又倒向了普鲁士 对吧 他本来这个 罗德威西二世倒向了 这个这个这个 奥地利 结果现在他又倒回了普鲁士 罗德威西在1866年 11月10号到12月10号 在弗兰肯境内 才做了第一次 他人生中唯一一次对自己亡国的全面考察 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访过 他再也 他就把所有的行政事务完全交给公使处理 自己再也没有露过面 搬回城堡里头 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跟瓦格纳的神交 然后跟这个修建各种城堡的设计 然后这个就放进浪漫幻想里去了 1867年 1867年 他呢 跟很多其他已经认识到 力量对比已经永远发生变化的德意志王公一二 加入到了普鲁士联盟里头 之后在普法战争的阶段 他被逼无奈 他只好跟着普鲁士一块参加了 在普鲁士这一方参加了普法战争 比斯迈当时给了他一个授意 说什么呀 说现在的巴法利亚 已经不可能再去跟普鲁士 怎么着 你也别再想去跟奥地利 奥地利被我们打趴下了 奥地利现在就没他气了 所以你现在最务实的是什么 你应该承认德国国王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你毕竟是德意志邦联里头的第三强权 如果你写一封信 你写一个公开信 你说我从现在开始 我承认普鲁士国王 我承认威廉一世是德国国王 应该登基的话 毕竟你也算是 你算不算什么老大 但你也算是老挫中的老大 对不对 所以路德威西二世没有办法 当时很多幕僚劝他不要写这封信 因为我们现在是没办法 我们被他裹挟着 你要是写的话 那就说明你真的承认 你由衷的希望他当德国皇帝 那如果他当了德国皇帝 那请问巴伐利亚 这国家就没有了 对吧 巴伐利亚肯定就不独立了 所以很多人劝他 但是他没听 他也没过脑 他也没有心情 他觉得这些大臣好麻烦 我就想安安静静的 我想修点城堡 我想听听歌剧 你们这些人好麻烦 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 结果造成的结果是啥 威廉一世后来真的登基成了皇上 巴伐利亚的独立地位也就彻底终结了 当然这个事对于皇室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对于人民群众来说 长久来看都是好事 都是好事 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可能是真的讲不完了 因为这个我呀高估了我的速度 我的文案呢一共是写了12页 我的文案一共写了12页 然后现在看是真的肯定讲不完 现在讲了也就是咱们就是一半多一点 然后这中间呢为了赶时间呢 我还略过去了很多 所以我看不如咱们这样吧 咱们本来这周呢也是多讲了一期这个难名啊 实在不行呢 咱们搁到明天 咱们再继续跟大家聊 这位路德威希二世吧 好不好 开头这牛奶说的有点多 然后咱们再继续跟大家这个聊 路德威希二世 明天啊 就是周六 咱们这这集呢分成上下两集 好不好 啊 新天好网还没开始造呢 这就要结束了 因为实在太长了啊 因为实在太长了 对明天咱们继续吧 断了确实有点跟不上 但是我争取让大家能跟上吧 因为这实在实在有点长 那不管你在哪个平台听回播 你都滋愣一下好不好 滋愣滋愣啊 滋愣滋愣 都是这个点点赞啊 留留言啊 告诉我你喜不喜欢这类的专题 如果喜欢呢 我们就继续 未来我们在历史怪谈里头 也会继续给大家 这个以某一个有趣的故事 做一个契机 然后给大家讲 那个凌乱的 那个欧洲历史 因为欧洲历史 因为实在是太这个复杂了 对吧 复杂其实不复杂 什么就是这 这都是这个国王 跟那个国王 是那是他的姑姑 这是他的妹妹 那是他的什么 就是天天都是这些 因为就是弄来弄去 就这么一拨人啊 所以这个 我们也在通过这种方向 上次是土耳其行奇傀儡 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下 奥地利帝国的故事 对吧 这个玛丽特雷莎女皇的故事 我们这次也就借着 这个路德威西二世之死 我们给大家讲一讲 巴伐利亚的故事 巴伐利亚为什么这么特殊 所以呢 咱们明天 西西公主还没有讲到 但是这里头有西西公主的事 别着急 这里头也有西西公主的事 所以这个 今天我们这个录音就先到这 然后把时间留给这个弹幕 留给斗鱼直播间的弹幕了 谢谢大家